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脸季节目 我是石涛 川普弹劾案在昨天9号 在第一天的过堂的过程中 首先触及到的问题是 弹劾案本身是否符合宪法 在此之前 在最终的参议院的投票之前 双方要展示他们相应的证据 相应的证据就是说 对方要说弹劾他是符合宪法的 尽管川普是普通公民 辩论的一方就应该立足说你是违反宪法的 大概一开始上来谈就是谈这些 然后紧接着是参议院投票 所以在参议院最一开始先讨论这个东西 能不能在这儿能够 argue 能不能在这儿进行审判 那最终的结果是56票对44票 认为弹劾的本身是符合宪法的 那比较悲剧的呢 这是一开场就比较悲剧了 比较悲剧的就是 又多了一个共和党人倒阁 倒向了民主党那边 那在大概到晚上七八点钟 相应的一些结果出来了 评论也出来了 在这样的定位之后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进入这个整个谈劾的程序 大概要经过四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双方各有16个小时 来陈述他们的道理 他们陈述道理的目的是 要说服参议院的议员 对方 对方也就是说弹劾一方 将说服参议院的议员 能够接受对川普罪恶的声讨 应该是这个 对川普罪恶的声讨 那另外一方 另外一方要竭尽可能 能够证明 今天弹劾川普是违反宪法的 目前的结果 就是说弹劾 从弹劾的概念来讲 目前的表面上是说 民主党人是为了能够阻止川普 在2024年能够重返政坛 实际他说他的概念就是讲 对川普的惧怕 他们在弹劾掉一个美国公民的选举权 跟被选举权 也就是说如果弹劾成功 川普就是一个拿着绿卡的人 不是美国人 是拿着一个绿卡的人 这是表面上我们通常现在讨论的一个概念 其实里面暗含着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更深刻的概念 人说弹劾成功 如果共和党人就会分裂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如果川普被弹劾成功 川普即刻将面临着刑事 就是刑事犯罪的处分 他被弹劾定罪的一切 会被FBI起诉 可能要关他上百年 很多人根本就没触及到这 就没有去谈到这故事 当他谈到上百年 当他被以刑事处罚的时候 他的家产可能全都被充公了 因为在现场 他的儿子也去了 也发言了 所有在现场发言的 支持川普的都将是犯罪 这是今天 当以这样的刑事出现的时候 今天民主党人 在一党走向独裁 不是弹劾川普 是在美国进行根本性革命 因为当一旦川普被弹劾成功 川普成为罪犯 当他成为罪犯的时候 所有共和党人都是罪犯的支持者 政府现在在拜登的手里面 说拜登也反共 今天拜登已经允许孔子学院 全部回到美国 川普用了多长时间 拜登用了多长时间 拜登比他大五岁 川普干这点事用三年 拜登干这不到两礼拜 全给你干了 那个律师呢 极不专业 就这么讲吧 律师极不专业 大概人家一开堂是 人家一开堂 人家一开始就放了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 是一个律师行做的 是专门为民主党人服务的 那做的影片把川普的言行 把在国会山的所谓的惨案 我不相信那是惨案 我话跟你说呢 那是编的 就死了一个人 是被警察打死 结果到现在 他们在掩盖警察的一切 有人说不相信惨案 8964 悲惨的是在人民这边 你看到的影片 悲惨的是在统治者那边 一样 蒙太奇的手法 几乎被社交媒体上 都称奇说太厉害了 那影片做得太好了 就是极具欺骗性 结果到对方的 在这个过程中 那对方要申诉了 所以那是弹劾经理 那都是学法律的 那弹劾经理在场上 声泪俱下 哭了 个个是演员 好莱坞跟他们都是合伙的 哭了 那川普就是恶魔 所有支持他都是鬼 他要把我们美国人全吞了 就基本上是这个 等轮到川普的律师上去变身变的时候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去找的那个宾州的那个人 那个人呢 以表堂堂 他说上来前就说参议院议员怎么好 这个国会议员怎么好 说了人家一大堆好 说了人家一大堆好 所以给这个原来的川普第一次弹劾案当中的那个律师 哈佛的县法学者叫什么 维斯伯格叫为什么 那给他气疯了 他在推特上就大骂 说你吃拧了 你吃了什么东西啊 你有病啊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就这么问你到底在干嘛 你知道你是谁 那就那就说 连一个律师的基本专业素质都不够 你在面对的是什么案子 这就是 微笑得词 就这么直接在Newsmax的新闻采访中 直接就这么骂他 所以我们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那能够知道的就是说 他在弹劾之前 请的南卡的那些律师 在肯定上离开了 当时传说呢 说川普要翻盘 就是不围绕了宪法本身 去违反宪法本身去讨论 要去抨击有关选举欺诈的问题 人对手给了他的机会 对手在谈论当中说 川普在大选输了 输了他不服气 然后他就编造了假故事 提供了假证据 找到了假律师 鼓动了假支持者 然后就在全国范围内造假 然后全反了 全反了 人家申诉是这么申诉的 你的律师就说 那个事真的不就得了吗 他就连这话都说不出来 那你就活该了 我只能说这就是命 所以川普的东西呢 哎呀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扶不起的阿斗啊 那个话说都到位了 到坑截儿上就突如了 那据说在南卡的律师当中 拒绝讨论这部分 他只去讨论违反宪法的 然后跟川普中间有冲突 换成了今天的律师 而今天的律师 干脆连宪法都不会 他讨论 他讨论俱乐部拉关系去了 他没到参议院做过证 没到参议院出过庭 他这地方没来过 我今天来不用钱 不用买票 他把整这个了 哎呀 扯了呗 那另外一个律师 叫做舌恩 那这个人呢 是 这个人你看就是人出家伙的 那个是老头 专门给黑社会打官司 这老头上来在变速 在在申变的时候就直接了 你少跟我扯那我都没用 今天川普是普通公民 你普通公民在参议院被弹劾 你们就是个笑话 你们就是胡来 你们比取同养席还是笑话 一来恒了就就对了 他本来吧 对不对 我举的例子很简单 那就像亨特拜登 亨特拜登一样 你哥死了 然后你把嫂子纳贤了 还不明呢 说为了安慰嫂子 这东西不能这么做 是不是 道理是一样的 他是总统哦 他今天不是咯 你今天还要这么做 不就跟亨特拜登 把他嫂子给安慰一把 是一样的吗 多简单道理了 用学法律吗 这舍恩这么一讲 当然人没说 没提亨特 人没提这茬 意思基本就是这样 你少跟我放在电影 一点用都没有 你就是骗子 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是不同的 对吧 立足点是不同 你不能搞这乱来乱伦的东西 这就是第一天的结果 不咋地 说实话不咋地 听说呢 川普很生气 但是呢 你让我说 这就是命了 你让我说 这完全就是命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